理派的部分就是畫個這個切道折線圖 這個產生 然後這個也產生 這個比例圖部分呢 其實也是類似的方法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針對那個折線 就是這個路接道 比如說我今天要產生一個路接道的一個 前十名就好了 因為這個路接道太多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產生一個前十名就好了一個 那當然呢 一樣就是 就是我會需要多一個按鈕 那個的話呢 也許就是什麼 路接道這個前十名的那個直條圖好了 OK 如果按下去 那我希望他能夠幫我把那個表畫出來 然後把圖也畫出來 OK 怎麼做呢 當然呢 如果你不會寫那個程式一樣 就跟上禮拜一樣 我們可以用路制的 路制可以拆成兩個部分 那我們先用樞紐分析表 先分析一下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是有點像彩排 比如說我們先用人工的方法來做一下 插入樞紐分析表 第一步 然後範圍 OK 然後按確定 那我們主要是針對路接道 所以把路接道 一樣啦 我是建議你 練習的時候是直接先直再列 我覺得這樣比較保險 先拖拉到直 再拖拉到列 OK 那你可以看到呢 有很多 各台北市的哪一些路接道 但是他的數量 他不是按照那個數量排序 所以我可以把優標放B4 然後呢 一樣就是做資料裡面的排序 Z到A 好 那我可以看到呢 就是數量最多的 會排在前面 當然我不要那麼多啦 因為你會發現 你把它卡住向下 他其實數量好像到500多啦 可是我不要這麼多啊 我只要前10名就好了 那所以最後的話 是可以再利用有一個功能叫做 有沒有 前10名的話 你可以利用排序完之後 所以我剛剛是先列到A 然後把這一個裡面的話 有一個就是功能叫什麼 欸 值得篩選 有沒有 他當然有很多篩選方法 其中一個項目的話呢 就是只要留下前10項就好 我只要哪前 路接道裡面前10名的留下來 前10項 OK 然後當然不是只有10啦 如果你要20 你改一下數字也OK 按確定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欸 這就是我要找的嘛 就是那個切刀案件 發生的那個最多的前10名 不過 當然前提 看得出來這些都是比較屬於那個 路線比較長一點的啦 不過也看得出來 比較不意外的應該 就是在上中山北路 這應該比較沒有太大意外 可是好像那個內湖路 好像也切到蠻多的 這比較特別啊 還有像 羅斯福路 這裡好像感覺 公館好像 切刀案件好像沒想像中那麼多 OK 大概是這樣啦 如果我今天已經把這個 前10名給做出來 最後呢 希望除了說 可以有個報表之外 我希望畫個圖 那畫圖最簡單 數量我希望把它變成直條圖的話 那一樣喔 在這邊選擇什麼 選擇分析裡面的 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它畫成直條圖就可以了 OK 那當然 我剛之前講過 大小跟位置喔 其實是可以後來改 所以我們只要改什麼 改上面的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把它改成叫什麼 我改的跟我雲端上面一樣喔 這個這個給的名稱 也許我們叫做 什麼 路接到前10名 前10名 前10名 直條圖 類似像這個名稱喔 比如說把這個名稱改 前10名 這個一個直條圖 OK 當然其他我上個禮拜是都有改這個 它的那個顏色啦 它的字的大小啦 不過 這個其實也可以把它寫成成式啦 OK喔 最後這個一樣 圖例可以把它拿掉 那至於 那個位置跟大小 剛才也提過啦 其實你可以用 後面把它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 完成 最後這個的話呢 也可以再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錄接到前10名的這個名稱 改到那個工作表名稱的地方 欸 改的方式 剛剛也有特別提到 就是在 在下一行增加一個叫 ActiveShoot.Name 有沒有 把這個名稱給進去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最後我是希望 可以先錄製這個 這個 聚齊啦 然後再產生這個圖 兩個把它合為一 最後是希望說 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產生這兩個東西 好啦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如果可以 自己錄試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